果 魏济曰 释迦从此觉宗风 儒门得法至道通 日后三期开普渡 振兴成义和中庸 从此不传一波 道转火宅 六祖后至淮州上爱领最高峰时事中修炼 经传为六祖言 后反曹熙而教大法 学者云集 讲经说法化度有缘 而不传之于僧也 P十五本在马之前 第五十三代白玉禅祖师 东土七代 白祖会玉禅自如会好会穷子 后反曹熙而教大法 学者云集 讲经说法化度有缘 而不传之于僧也 P十五本在马之前 第五十三代白玉禅祖师 东土七代 白祖会玉禅自如会好会穷子 道号白衣居士乃南岳大地化身 降身曹熙 士玉六祖被二僧寻追 旧祖隐于家中公养境上 士 无师 六祖见其善根身后 遂寿秘法 主以火宅修炼 进度僧尼 命与马祖同长道统 开化江西庐山说法度众 第五十三代白玉禅祖师 东土七代 马祖会端阳 号道义居士 系西域十二代玉明尊者化身 降身于曹熙与马祖善交 长治白家 得参业六祖 祖见其得慧双美 遂寿秘法 命同白祖兼长道统 隐积于卢山岩 教说法度人 后将道统传之罗祖职掌 第五十四代罗卫群族师 东土八代 八祖姓罗会卫群 乃太上大弟子公远真人化身 自幼立志修行 遍访名师 游江西九江府 世玉白 马二祖祖说法 得受制道 继承道迈 开化江南河北 这经泄漏玄机 大产先天大道 为是十天 十位至 众生涅众 天将黄考江道收饮 祖以沙生了道 上尘法门至此又告失传 以后遂传出一切旁门外道 代至清康熙年间 以隔千余年以 天时降界 天命远使天尊分信 灵 灵凡为九代祖皆续道统